NTBC-DRBL 教室管理工具 有建于DRBL的DCS 许多人反映说问的太多 能不能做简单一点 那个人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客制化 只为了新北市电脑教室的管理 主机要做的设定 那怎么做呢? 在桌面上 如果你安装完成之后 在桌面上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图示 NTBC-DRBL教室管理的图示 请你按两下 这时候它会开启终端机 然后问你管理者的密码 请输入你的管理者密码 那接下来它会有几个功能给大家选择 在新北市里面我们常用的 第一个还原整间教室 第二个还原某一台机器 备份某一台机器 这包括老司机或学生机 然后你可以选择使用本机开机 或者网路唤醒 或者你自己觉得可以自己下DCS指令 都可以做 好,我们来测试一下 还原整个教室 确定 然后选择你要有还原的印象档 好,这边按照目录来选 预设会在Home底下的PiImage底下 这是我们放备份的资料里面 好,那我选择10月7号 我备份的档案,确定 好,这样它就会把指令帮你产生完 那这里刻意把中端机留着 方便你检视是不是会 会有其他的情形产生 我们就把中端机开着 那如果你还要做别的,请你再点两下 一样再打一次密码 那如果你要还原单机,选确定 这边你可以选择哪几台 你可以选一台,也可以选两台,可以选三台 选择确定 一样你选择你要还原的哪一台机器 哪一个印象档 我一样选择这个印象档 我们换一个印象档好了 这个,确定 好,这样子做的时候 他一样会把指令帮你产生好 好,再来 如果你还要做不一样的还原 不一样的功能 我们要做网路唤醒 选择这样,选择网路唤醒,确定 好,他自然会帮你做网路唤醒 再来 如果你要备份机器,选择确定 要备份哪一台 比方说我的样品机器 或者老师机器 他认IP 按确定 请你输入 备份的 要备份的名称 请你不要有空白 因为空白会造成指令上的问题 你可以在里面 上面加 加 加任何字串都可以 那预设会帮你把日期跟名称带出来 跟DRBL一样 会把预设把名称资料带出来 按确定 好,那自然就会帮你背 那我们预设做完都是关机 好,接下来 如果你发现 电脑一直重复在做备份或还原 你想要让他从本机开机 或者使用者不小心 还是下到什么指令 他走了无叠系统 你可以选择 请他从本机开机 确定 好,这样他就会从本机开机 这样所有功能就 常用的功能就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